如果只有三次买表的机会 那么就选择三个品牌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可以在评论区反驳 有些博主说什么瑞士三芝麻车 什么时代名表排行 这些跟咱们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今天你们就按照我推荐的三个品牌 入手就对了 第一个烂琴 很多人估计都猜到了 烂琴可谓是入门品牌的天花板 千万别说它跟天梭美度是一个级别的 虽然是一个集团 但是天梭美度的入门表 也只是使用集团的内部公用机型 而烂琴使用的是 集团专门为它单独研制的机型 无论是打磨上还是硅油丝 避震器上的技术 都具有很高的标准 正装的名将 运动的堪卡斯 这两个主流系列的价位 一般都在一万多到两万之间 在名表里面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第二个品牌欧米加 咱们能欧就别烂了 这个品牌的综合实力 可以称得上是名表世界中的一个霸主 只有劳力士能和它平分秋色 它的材质和机星技术 在同级别中是遥遥领先的 特别是所有的系列 全线普及自尊天文台认证 误差标准呢 达到五秒内 这个标准可以调打大部分 名表的天文台认证 还有啊 它的防止是一万五高次 不光是同级别 放眼整个名表世界中都是所向披霓 要知道劳力士的绿玻璃 最高黄尺也就是一千高斯 可见啊 欧米加的恐怖实力 如果一辈子只选一块表的话 第三个品牌 劳力士 能劳不欧啊 不得不说 劳力士确实是很多男人的梦想 虽然他在绿表的等级 赶不上百达菲力僵尸单顿 但是他的知名度 比百达菲力高太多了 路上随便拉个人都知道劳力士 但是问百达菲力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劳力士从材质上看 别人还在使用316钢材 他呢 则是用更耐腐蚀 更坚固的90式钢 所以啊 如果说一辈子只选一块表的话 实力不允许 或者需要低调一点 那么呢 就选欧米加 如果说这些都不在意的话 那么就一劳永逸吧 记得关注再走哦